如果我們弄錯了夢 變弄錯了靈魂 這是詹姆斯·希爾曼他所說過的一句話 也正是因為這句話吸引我來閱讀這本 由心靈工坊在前陣子所出版的這一封 非常非常棒的一本好書 夢與幽冥世界神話異象灵魂 邀訪道是心靈工坊的成長學院的講師 魏弘敬魏老師 魏老師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聽友好 是老師來幫我們介紹一下詹姆斯·希爾曼 他的背景好不好 詹姆斯·希爾曼他是美國人 然後生長在美國的南方 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裡面 那看來像這一個人生勝利處 他也沒有原先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偏好 那一路上就是人生滿順遂的 畢業以後就結婚了 然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面 大概就是在蜜月旅行 在旅行跟太太旅行的過程 然後來到瑞士 聽說有一個榮哥 那可是也沒有真的找到榮哥 來來揮揮了好幾次就接受了榮哥的 迪傳的地址的分析 那就這樣在沒有預期的過程之中 他接受完分析 然後他也就是接受了分析師的訓練 他的天賦真的很好 得到分析師的資格之後 然後也進入了榮哥學院裡面 然後就擔任了課程的規劃企劃 後來甚至成為就是榮哥學院的主任 他似乎在冥冥之中 有一條線牽引他走上這條路 他沒有預期的 詹姆斯他跟榮哥最大的差別 就是榮哥他也可能有另外一個 本體滋味的一個對象 我們可以來跟他溝通 從六個對象來瞭解這個本體 但是詹姆斯他就只跟這個本體對話 那在這個對話過程當中 是不是又很像我們現在 另外一個心理諮商的方法 叫做敘事或者是自我對話 這種方式是不是有點像 因為你剛剛提到是夢的這個部分 不只是心理學上面 就各個學科裡面 就必須要有一個方法論 我沒有方法我沒有辦法進行 其實榮哥他當初會提出來的 是這樣說對立整個的這樣的方法論 其實也是在科學方法的架構之下 不得不我提出來一個可行的方案 可行的方法 那這樣只要是我們可以意識到的可行的方法 它一定會有漏洞 因為那個是我們意識層面所思考 所建構出來的東西跟架構 但是深度心理學它所要研究的對象是 是無意識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意識還沒有達到 或是意識還沒有感知到的那一部分的東西 好 那是不是我們有缺漏的我們有缺漏的地方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 那所以呢 這個 Gentleman 他認為說 如果要達到那個真的最深層的無意識的那個真相 我們必須除了我們發出問題之外 我們也要傾聽 傾聽你在夢 夢是只有我們意識建構的部分 只有我們意識建構的部分嗎 其實不是這樣 夢裡面當然有相當的 就是我們可能這一兩天經歷的一些事件的殘留 的這種記憶 它在夢裡面充足了 嗯哼 可是有些地方 James Hustleman 他他經常用 人時常用的題材就是神話的題材 councils那他所提出的原型 心理學呢 這個原型的意思就是古老的 最古老 最古老的人的心理 心理裡面 這個東西 就是神話表達的那種方方面面 所以那個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跟 研究跟我们思索的一个题材 像这句话 就是在这本书里面 詹姆斯他有讲了一句话 就是我刚才一开始 提到这本书的整个主轴 就是这本书 他的书名就刚才 魏老师你所提到 就是他的取得非常好 他就梦与幽靡世界神话异象灵魂 那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黑帝斯他在神话当中 他扮演是死神的角色 冥王 那么在秘宗里面 他也有提到说 其实睡眠是小的死亡 那死亡才是真正的离开这个人世间 而且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不是只有谈到梦 他也谈到死亡这件事情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魏老师 死亡跟梦之间连结又是什么 那我们又怎么样的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怎么去探讨 这两个这么大的一个议题呢 魏老师 当然所有就是各行 各行各业 或是各个学派对梦就有不同的看法 那我纯粹就是深入心理学的 James Gilman 来看 梦它是一个桥梁 就我刚刚说过了 梦它是一个桥梁 然后人生是什么东西呢 你刚刚说的密宗 他说好像我睡了一朝 就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 没有错 我们身体的细胞 时时刻刻在形成代谢 等我们过了三年 三五年之后 我们全部的细胞 其实都代谢了一次 我们到底死了多少次 可是我这个我好像还在 对不对 那这个我是不是以前的那个我 OK这个有很多 这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辩论 那不只是从人睡梦起来 是经过了一个生死 佛教 佛陀就说 我们人的生命是在什么 是在什么状态之下 其实在呼吸之间 一个呼吸没有接上来 那个就是生死了 那黑迪斯 黑迪斯他是 他是从希腊神话里面 从希腊神话里面 认为 那个掌管地狱的 那个地狱之主 那就在希腊神话里面 当宙斯打败了 他的父亲太坦族 太坦族的那个 父亲的那个太坦族之后 他统治了这个宇宙 他把这个宇宙三分天下 他自己统治了这个 我们可以说是白天的世界 地狱的那个黑暗的世界 就由他的哥哥 黑迪斯所统治 然后海洋的部分 就是也是由他的那个 那个哥哥 所统治 就是这样三分天下 黑迪斯呢 在希腊字里面 他就是死亡幽民的 死亡幽民的意思 在新约里面 讲地狱 就是用 而在基督教的 经典新约里面 讲地狱是用这个字 黑迪斯 在旧约里面的 希伯来文里面 他是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字叫 秀 在这个字 就是坟墓 死亡的意思 那他把它翻成希腊字 就是希腊文字的时候 旧约翻成希腊文字的时候 用的字是 也是用了黑迪斯这个字 所以这两个字 是可以相同的 原始的意 原始的意 确实是黑暗 死亡 地狱 幽民 未知 未知的这个世界 可是呢 当 当犹太人 犹太人 他开始跟波士文化 结束之后 这个字其实有更丰富的意义 更丰富的意义 它有相反的意义出来 它的相反 它的相反的意义是什么 它的相反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 丰美的意思 它其实丰富 美好 好 那在基督教 基督教的这个 这个教义里面 我们可以从新约看到 我们看说 死 就是黑迪斯是 死者必须去的地方 好 可是死者有 死者有恶人跟 恶人跟善人 恶人 好 这去了传统的 所谓黑暗死亡之地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善人所去的地方 一样我要去黑迪斯 所以在新约里面 有另外的形容 就善人所去的地方 它是什么 它是亚伯拉罕的怀力 它是乐园 OK 所以这个黑迪斯 是不是 所谓天堂地域 在一个完整的 整体的一线之间 的一线之间 那个地方而已 它可能是一个战时的 我们在一念之间 如果是善 它就是乐园 如果是恶 它就是地狱 这个黑暗 它有更丰富的意义 因此 Jump's Human 它所要探讨的 这个所谓灵魂所在 在黑迪斯这个世界 我们不能 很片面地 从字面上看来说 它就是一个恐怖 它就是一个死亡 它就是一个死级 它是一个黑暗的地方 不是 而是说 它是一个心灵的真相 用一个象征性的灵魂 或是它可能是 真实存在的灵魂 来作为 作为一个代表性 代表性的一个名词 跟象征 我们要探讨 那个灵魂的真相 也就是要进入黑迪斯 这个地方 在节目的最后 我还是想要问一下 老师您 就是其实也 我相信许多的听众朋友 都有遇过这样的状况 就是 其实你一开始就有提到 Jump's他 他进入到龙格的世界 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不是因为 崇尚龙格 或者是他阅读很多龙格的书 所以他成为一个龙格分析师 不是 因为他在新闻的时候 他晕倒了 这个事情 启发了他 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 那老师你知道吗 我们的听众朋友 有许多人 他自己本身有一些 不可思议 或者是难以解释的 这种现象 那我想要 替听众朋友 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像Jump's 他遇到这个问题 他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来 他的生命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就是我想请问是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 也有类似的这种 比如说 密气经验 或者是什么 民气经验 就是这种 比较难解释的经验时候 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帮助他 启发人世的 另外一个世界呢 老师 OK 我的建议是 我的建议是这样 就是 不管你在生命 碰到的什么经验 我们 就像我们走在 我们走在 三境里面 我们碰到 看到的 很美好的花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也可能会碰到 就是 很丑恶 很恐怖的野兽 但是 过去就过去了 碰到就放下 碰到就放下 因为 我们永远不知道 哪里是终点 我们如果说 碰到的就执着 在那个 在那个上面 我们很可能 我们很可能 就只停滞了 是 我们 措施的 原先的美好 而且 那个停 那个停滞 人 只要停下来 不管是停止思考 停 停止思考 那停止 继续去发展 其实跟死亡 是没有两样的 那些 那些 不管是什么经验 美好的 恐怖的 然后 各种 甚至你觉得 有启发的 或是什么经验 让自己静下来 而且 继续走下去 思考 不要完全 不要完全被 外界的这种 这种 这种的 分裸万象 所左右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听起来 总结就是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不要停滞 不前 就是不要一直 困在那里 不动 我们还是 生命是要往前进 梦与幽冥世界 神话异象 灵魂这一本书 刚才跟 老师之间的对谈 我相信 许多听众朋友 一定听得 意犹未尽 没关系 这本书已经出版 如果有兴趣的 听众朋友 你可以上 金石堂博客来 那么我们今天 就谢谢老师你 好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你所收听的节目 是 华人网路心灵电台 所播出的 雨色新养生 在新养生当中 雨色都会介绍 不同的身心灵好书 以及腰房 作者 翻译 或者是编辑 来节目当中 为美味的听众朋友 来介绍 书中还没有说完的 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边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在节目中 来介绍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从事出版业的工作 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来做推广 都欢迎跟雨色来联络 好的节目 需要美味的听众朋友 来支持 好书更需要大家来推广 雨色电话是 0975-256-579 档公里面 各位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щоб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